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2022年最下一份SUPRA的租务报告 不论你明年打算去英国租楼 或者是准备Buy2Lat 今天这份报告千万不要错过 看回今年全年的租金 暂时来说就升了12.1% 在英国那边 现在来说 在当地租楼的朋友100元来说 要拿35元来租楼 占了他所赚的钱就35% 如果按照这份报告所说 明年的租金相对加幅 就应该没有去到今年那么夸张 SUPRA这边就预计大概4-5% 看回英国那边 为什么会加租加得那么厉害 需求那边还是46%在平均水平 另外今年来说 加租加最凶狠就是一些大城市 尤其是伦敦那边 一会我们也会讲一讲 伦敦那边的租金大概是什么情况 其实我们之前拍片也有说过 其中一份租务报告 HOMELA的租务报告 里面也有说过伦敦里面 Ener-Lundern 或者Outer-Lundern 里面 每个Boris 大概有一个租金水平 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对伦敦有兴趣 不妨可以看回那一条影片 右手边这个图很清楚 就给大家看到 由2020年到现在来说 那个租务情况大概是怎样的 先看那个需求 Demand那边 Demand就在今年来说 就相对过去5年平均 你见那条BAR就特别之长的 相对于2020、2021 现在的租务需求是很厉害的 反之间就是说那个Stock Stock也都一样 今年来说 自至到11月 你见那个Stock的供不应求的情况 也都是近这三年里面是最厉害的 供应状况 2020年 你见的供应状况 就挨近到大概25% 反之间2021和2022 你见的供应的情况 都是相当之少的 所以就衍生到 今年那个租金加幅 全英国来说平均去到12.1% 黑色的这条BAR 那一点都不小 你说如果平均租金12.1% 我们都没计算一些 比如比较大的盛市 一会儿我们看一看的 Break down 那加租情况都相当之夸张 那右手边这个图就简单 告诉大家 给大家听 加租怎样加得最凶狠呢 就不是你逐租过旧客人 就是你把一个单位 全身放出街 那加租是加得最厉害的 那黑色这条BAR 就是Super的数据 就是New Next这个数字 紫色这个数字 就是英国国家统计署的数字 就是说一些已经租过出去的一些单位 那相比起 一些叫做新租出街的单位 你见过加租情况都相当之客人 尤其是伦敦这边 挨近到接近18% 那所以如果你看回 那个放租的growth 加租情况 你租给一个全新的租客 是比你现时的租客加租的 那很多朋友一路狗结 就是Buy2Lat 沉沉密密 在这个市场里找着 究竟买哪里Buy2Lat 其实这个图已经很简单告诉你 Buy2Lat加租哪里是为止最劲的 那我们就放大一点去看看 那中间这条虚线就是英国 今年来说 Average的加租情况 刚才提过12.1% 那如果看回 现在来说 五年平均粉红色这个波波 那而这条BAR呢 蓝色这条BAR 就是截止到10月的数据 看回来说 一眼看下去大概七个城市 就是跑赢大市 那这次序由伦敦开始 一路去到BIRMINGHAM 这七个城市 就跑赢了今年英国平均加租12.1% 那我们这个频道 说得比较多 就是伦敦 Manchester 和BIRMINGHAM 这几个地方 亦都是近期来说 近一年加租加得最亮丽的地方 那当然了 你说看回一些 就是跑输大市 或者暂时跑输大市的一些城市 其实就算去到榜末 比如去到 挨近一些 譬如Ostford York等这些地方 你看到它都加8-9% 那坦白说 就是你相比今天香港这个情况 8-9%加租幅度 我觉得都不差的了 至于伦敦或者Manchester这些 是加租加特别亮丽的 其实这样加租法 英国的租客到底能不能顶不顶得信 明年加租的预计大概又是多少呢 那我们都可以看一看 那先看一看这个圈 就由2009年Q3开始 一直到预计 2023年第四季 明年第四季 那看到这条线 我觉得比较吹平 就是打横行 那大概的百分比就 就挨近30-35% 这个波幅 那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说租金开支 占了收入占比大概多少个% 那就是用100元来说 大概拿30多元来交租 10月份 租金开支就占了收入占比 就大概34.9% 那有两个scenario 就是如果明年加租 都好像今年加得那么凶猛 加12% 那那个租金开支占比就去到37.4% 那这个数应该是历史新高来的了 那第二就是如果明年加租就按照 Supra 那个的Forecast 4-5% 那这里就5% 那大概租金开支占了收入就35.1% 就接近现时这个数 那很坦白说 你说如果再加租 就按照Supra 那个数字呢 就是5%左右的加租情况呢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 reasonable 的情况来的 那至于呢就今年呢 一整年呢 其实很多呢 就是一些向我们查询的准买家呢 都糾结一样东西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买房子呢 都有讲过的 那不过呢 今天这个数据会再update一点点的 那如果看回呢 这个图表来说呢 就是我们先分左右两边 左手边这两行呢 就是 Apartment来的 就是搭椅子上去的那只 分层形式的公寓 右手边这两个呢 就是House来的 那先看这条Bar的长度 那已经告诉你呢 市场上的需求在哪里了 那以MarketShare来说呢 就 一房的Flat 即Apartment 和两房 你看到那条Bar的长度呢 是远远长过House的 那第一呢 已经告诉你呢 如果你是想着用来放租 只Buy to 放租这样算 你应该是要买Apartment的 市场的需求是在走着这一边的 那第二呢 就是 如果你看回呢 Apartment呢 由2020 2021 到2022 甚至乎去到最近这两个月呢 你见到那个趋势呢 是上涨的 那就是告诉你呢 其实它虽然那个MarketShare大 但是它的需求呢 是大得来之余呢 是继续上涨的 那反之然呢 你见到 如果你买一些House来放租呢 它不单止那个MarketShare 相对比较低呢 它还要是按链 是这样跌下去的 好像楼梯级那样跌下去的 那其实呢 原因之一呢 就主要有两个 我们譬如尤其是 以回Manchester来说呢 市中心 City Center的Apartment 大部分都是有一些新型的设施呢 甚至乎有漂亮的会所呢 那而因为呢 就这一些的Apartment 大部分它那个的Location呢 都接近市中心 甚至乎在市中心里面 那不论它上班啦 上大学啦 相对来说都比较方便 那而另外呢 因为今年来说呢 就英国那边的能源呢 就加得很厉害了 那些价钱 就是我们香港的水电煤 那作为一个租客呢 如果我去租一个单位呢 那我当然就是希望都想 样样可以相对省一点 那其实市场已经告诉你 租客呢 是想租Apartment的 那尤其是一些新建的Apartment 相对来说的能源效益 也都会比较高的 那所以变了呢 大部分的一些新楼呢 它的能源效益 已经去到A grade到C grade 那我也极之建议过一下 如果你想着呢 来年是就是部署着呢 在英国啦 曼城好啦 或者其他地方呢 就买一些新楼来B2 极之建议你呢 想一想一些新楼的Apartment 那最后呢 我们都做个简单总结 看看呢 英国那边呢 这个报告里面呢 十五大城市呢 的排名呢 那我们看头那几位呢 就分别就是Manchester 就按年来说呢 租金就加15.6% 那苏格兰的格拉斯哥都不错的 14.1 Bristol呢12.9% Bermingham呢12.3% 伦敦呢上年只有5.2% 今年都升了17% 买楼放租呢 这件事呢 如果个下呢 是已经有一个初步的计划呢 甚至乎有这个想法呢 那我建议就是趁着新年前后呢 不妨积极一点呢 就可能在网上呢 找多些资料 做多些资料搜集 那因为呢 作为一个准业主呢 我觉得就买楼放租呢 我们主要是 focus两件事呢 就是个楼价升幅 和租金加幅 那楼价升幅呢 就比如说 我以伦敦来说呢 今年的核心区呢 是跌价的 那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看回我们之前 有一条片呢 都有详尽的分享的 那但是呢 你说租金的收入呢 甚至乎租金加幅呢 其实是继续都是给你的 一旦你收层口回来呢 其实或多或少呢 你的租金呢 都是继续收的 那如果个下是已经想好了 或者有这个心理准备呢 真是要 尽量呢 可以在市场上面 找多些资料呢 看看哪一些的地区呢 或者价钱呢 是适合你的呢 那因为就 伦敦呢 和North West 甚至乎是Redmite Lands 这边呢 预算上呢 可能都差很远的 那所以就看个下 你自己本身的财务计划 和你的budget预算 那另外呢 就都不可不提 就意思来说呢 就在这几个地区呢 你见那个放租情况呢 一般来说就接近两个礼拜左右呢 其实已经得到offer了 那但是以我们所理解呢 不论是伦敦呢 百明瀚 甚至乎曼城呢 其实你如果买到一些 比较相对核心的地段呢 一般来说呢 几日就已经有一个offer了 根本你的租客就不需要等14日 或者13日 才有租客的 那所以呢 就以现在来说呢 英国那边呢 由年头到年尾 甚至乎英国那边 已经加了八次息 暂时我们真的都还没看到呢 在租务市场那边呢 有一些slow down的情况出现 那今天这个简单分享呢 就差不多 那如果国家对于英国来有感兴趣呢 甚至乎曼赛斯塔 Bermingham 或者伦敦呢 想了解多些呢 不妨可以WhatsApp我们 那如果你认为这条片呢 对你有帮助呢 或者你身边朋友感兴趣呢 不妨都可以share给他 今天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